接下来我们要来定义一个向量它的norm或的length 以及两个向量的distance 那么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定义了inner product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inner product来定义norm跟distance 那么norm的定义方式呢 一样就是把同一个向量 自己同一个向量 做内极 自己跟自己做内极之后 然后开根号 因为我们对inner product的规定是 自己跟自己做内极的话一定要大于等于0 而且只有在V是0向量的时候会可以等于0 其他就会大于0 所以它一定可以开根号 那么distance的话定义就是把norm 就是把两个向量相减之后去norm 所以这个norm跟length的定义是一样 所以我们接着这个刚刚前面讲的 forbilliness inner product 我们来算forbilliness norm的时候 那么A矩阵它的forbilliness norm 就是自己跟自己 做这个forbilliness inner product 所以就是A跟Atransport相乘 然后取这个diagonal的trace 那你就会发现它事实上就等于是所有A的内容 它的每一个content的平方和开根号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A跟B的这个forbilliness inner product 是这样定义的 好 再来呢 这个inner product 跟这个forbilliness norm都符合我们在第六章 对一样对Dot product的这个一样的一些基本的property 包含定义6.1 然后后面讲到Couches'和equality 跟這個 triangle inequality 我們待會下面我們一個一個來 做個簡單的介紹 定理6.1我們在 第六章所學到的 這一個 dot product 它有下面這幾個特質 那麼這些特質呢 如果我們到了這個 inner product space 的時候 它一樣都是有的 第一個 自己跟自己做的那一基 那它就是 norm 平方 因為我們 norm 是這樣定義的 那再來呢 這個自己跟自己的 norm 一定是 0 它除非說它自己不是 0 向量 那再來 向量的這個內基 有交換率 那對於加法呢 是有分配率 那這個 常數可以提出來 事實上這裡面有 事實上 F 跟 D 還有這個 C 呢 都是基本上是名文寫在 XM 裡面的 那麼再來就是 AB 的部分是可以從第一個 X 裡面推導出來 那麼 G 的話也可以從 其中幾個 X 裡面去推導出來 那這些性質呢 跟 6.1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再來我們來看 畢視定理 畢視定理在 Rn 空間上面 畢視定理 我們之前有定義 有講過 就是兩個項量如果是 orthogonal 的話 它的充分且必要條件 就是他們的核的 non平方 會等於他們各自的 non平方核 那原因就是因為 當你把這東西拆開的時候 中間就是 兩倍的 U 跟 V 的這個點擊 那這個點擊呢 是不是 0 就看它是不是 orthogonal 那是不是 0 也決定了這一個等式 是不是會成立 那這件事情在 inner product space 一樣的 是會變成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那這裡呢 是因為 U 加 V 的這個 non平方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它這邊是兩倍的 U 跟 V 的這個 這個內積 這個證明的方式一模一樣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 Kershi-Schwarz Equality 在這 Rn 空間裡面呢 我們有證明過 任何兩個 Rn 的空間的向量 做點擊 它的 norm 它的 norm就會小於等於各自的 對不起 這個 任何兩個向量的點擊 它的絕對值 它本身是一個係數 這個絕對值 它會小於等於這個 兩個向量 各自的 norm 這個相乘 那這件事情在 inner product space 也是成立的 那麼 這裡的 U 跟 V 兩個向量 那你做這個 inner product 取這個絕對值 它會小於等於各自的 norm 相乘 那這個 這個證明方式呢 就是用這個 閉視定理 前面的閉視定理 好 那要注意的是說 這邊 U 跟 V 它不見得是 傳統的向量 它也可以是我們 第七章裡面所講的 進階的向量 例如說 一個函數 例如它可以是一個函數 那例如說 在 A 到 B 之間的 這樣子一個函數 A 到 B 之間的說 的這個連續函數 我們去 我們去代入這一個 科西不等式的時候 你會得到 這個 會得到這樣子一個 積分式 那其中這個 U 跟 B 我們分別帶 F 跟 G 和 T 那 U 的 Nome 就是自己的平方 積分完之後 那去做開根號 事實上我們這邊 如果直接帶進去的時候 這邊都多個開根號 開根號 那 那這個開根號 我們把它移到左邊去之後 這邊平方就跑到 跑到這一項子這邊來 好 那最後一個呢 是這個 Triangle Inequality 就是三角形的兩邊 和大於第三邊 那麼 如果你是把兩個項量 相加之後去 Nome 它的這個值 一定會小於或等於 這兩個項量 各自的 Nome 我們之前在 第六章有教過 那這個地方呢 在這邊的話 它的 Inner Product Space 在 Inner Product Space裡面 我們有一樣的結果 好 這邊就到這裡 我們會好好不到 那這個圖 我們會見到 江國 上面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 在心中 我們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